你现在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祥 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已经进入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通过人物的专访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真意性事件 背后值得我们关注的议题 那我们在看这些事件的时候 不是只有看热闹 还能够看到门道 对这些事情有更多制度性结构性的了解 我们有YouTube频道 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也现在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透过您的捐款 才能够让独立媒体走得更远更好 做更深度的报道以及讨论 让我们可以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我想在去年或是甚至今年 其实在全球 特别是在台湾MeToo的议题 引起大家非常重要的关注 那我们看到一连串有关 MeToo的这种被踢爆 或者是有很多这些现象的产生 那当然好像过了一阵子 这些议题又不是媒体所关注的 或是好像趋于平淡 但在这些相关 MeToo的议题当中 有一个特别值得我们要去关注的 这有关数位性暴力的一些议题 包括这些头盔 头拍 或者是我们看到 类似像韩国恩浩房 在台湾也发生过类似的 这样的一个例子 那前一阵子有一个记者会 这个记者会上面 其实就公布了台湾 最近有关于数位性别暴力状况的调查研究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就邀请到这一个 这个研究的主持人 纪大社工系的王佩玲教授 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来讨论这样的一个议题 王老师你好 管老师好 以及各位听众大家好 谢谢王老师来上我们的节目 跟我们来谈这个 我觉得非常严肃 而且是重要的议题 那我想一开始先请王老师 对我们来帮我们对这一个研究 这个调查做一些基本的一些介绍 就是为什么会开始做 这项的一个调查 那这好像也是台湾第一个 针对数位性暴力 性别暴力所做的一些 这个有关的这个很深度 而且这个范围很大的调查 那你们是怎么开始 怎么准备 怎么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调查 OK因为我想 因为大概这十年来 包括国内外都是一样 就是有关于 透过这个数位科技发生的 各式各样的这种性别暴力的案例 越来越多 我想尤其是韩国恩号房 那这是举世震惊 所以这些案例发生之后 包括台湾 媒体也 我想大家都有注意到 这些案例都 大大小小案例都陆陆陆陆陆的发生 那包括我们在民间团体 也接受到民众的求助 就是说在求助过程当中 他们也遭遇到一些困境 就是说到底他们去求助的时候 这个有些包括警察也不太懂这是什么东西 所以说对这个议题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它发生 可是我们社会对这个议题的了解 其实是非常欠缺的 那我们对一个议题的了解 当然一个最刚开始就是想必须要了解说 那这个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这些有哪一些问题 所以民间团体就一直去倡议 包括就在行政院姓平处 姓平委员会去倡议 希望说政府能够先了解 到底台湾到目前为止 这些有关于数位性别暴力 有一些什么样的内涵 有一些什么样状况 然后这个盛行率 受害率到底有多高 所以这种部门就遭受到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一个 大家对他的一个期许 而且在诉求之后 所以我们这个案子就很快的 就是由卫福部来委托我们这个团队 希望来做第一个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调查 跟了解 那我们团队其实是长期以来都关注这个议题 那我们本身也很想知道 到底台湾社会到底对这个数位性别暴力 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可是做这个研究 确实没有那么的容易 因为 在我们像我做这个性别暴力 已经大概有20几年的时间 那我们在做这个性别暴力的 不管是做家庭暴力的调查 性侵害的调查 跟踪骚扰的了解 因为这是一个普世 在每个社会都会发生的议题 所以包括联合国 包括WHO 欧盟都会先 都会有一个各国共事的架构 调查的架构 这个调查的架构 就会到让各国 依照这个架构去做调查 那我们才可以得到一个 可以比较的基础 进行国际比较 这个东西早就已经都存在 一般的这种性别暴力 可是到了数位科技时代 因为这个议题实在是太新了 然后这些案例又是 每一年每一个地方出现的案例 那个手法似乎又都不太 因为那个技术也都一直在翻新 技术就一直会变新的 所以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一个说 像我刚刚讲的一个国际组织里面 透过大家的一个讨论 生出一个调查的架构出来 因为还生不出来 甚至联合国的 性别暴力特派员 他的报告当中都还提到 这个都还在持续发展中 各国都还在持续发展中 所以我们接到这样子一个任务之后 坦白讲 我们从头摸索这件事情 也是我做这么多年研究当中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们开始做了之后 我们就开始第一番文献 文献回顾 那当然不用讲了 我们就先做了很详细的 一个文献回顾 相关的到目前为止 我们能够找到的 另外部分就是我们要去定义 什么叫做数位性别暴力这件事情 坦白讲 我们这个是在第一年的时候 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讨论 大家会说行政院在 2021年的2月的时候 也是应应这个社会的这个问题 越来越大 所以他当时有公布了一个叫做 我们数位性别暴力的一个定义 行政院在2021年的2月 公布了10个类型 那这个10个类型出来 很多人就说 那你就照这个10个类型来做调查 不就好了吗 可是我们当时呢 我们没有采行政院的这个完全 我们没有完全依赖他的一个定义 原因是行政院的这个定义呢 当时他产出是一个top down的程序 也就是说 他是从行政院透过各部会的讨论 就他们在法律规范当中 以及现在掌握到的案例 已经出来的案例 然后他们做出一个规范 就是一个类型 然后就交下来 就top down 从上面而下 可是我们知道 就是做我们社会科学研究的话 事实上我们要去了解 真实社会发生的问题 必须要从这个底层上来 应该是要 上来 也就是说 我们必须先去了解 到底这些有类似经验的这些被害人 他们遭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才能够真正贴近到 社会当中发生的状况 不过这个科学会出现一个状况 就是要去了解这些 我们知道一般有关于 这个所谓的性暴力 或者是性侵的这些议题研究 是他有很多的困难 就是他不愿意说 或者是他害怕说 甚至但是遇到二次伤害 那这样的一个 要从下额上 当然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个案的累计 然后慢慢从研究到上去做归类 那个比较能够精准 可是这会不会也是另外一种的困难呢 对 你讲的非常对 就是说我们当时在找 我们第一年是先做了一个 Pilot study 我们在做Pilot的时候 我们就从包括网络上去招募被害人 有数学性别暴力经验的被害人 我们也请包括社工或者是警察 他们有接到这个案子 带人求助的时候 请他们帮我们询问一下 就是帮我们转介一下 有没有被害人愿意接受我们的访谈 那另外呢 我们也做了五场次的这种焦点团体 因为陆陆续续 包括警察 包括社工 包括律师 包括检察官都有接触到这种案例 所以我们也请他们一起来参与我们的焦点团体 我们做了五场次的焦点团体 所以我们就是有点踩的不是top down 我们是button up 踩的就是所谓的user informed 就是使用者知情的概念 来建构这个现象 来建构这个现象 这是我们第一年先这样做 可是第一年做出来之后 我们也发现 事实上 这种 我们大概掌握了 掌握了一个大致的状况 那我们在做第二年正式调查的时候 我们觉得这个议题呢 还是要 再多听一下 这个当事人的意见 所以第二年呢 我们就扩大我们的访谈 我们又访谈了22位的被害人 那这时候也是透过这些招募的方式 来访谈这些被害人 所以我们总共访谈了 这样子两次总共访谈了36位的被害人 那这里面有男性 大部分是女性 那也有男性 那我们又做了五场次 又做了另外又做了五场次的焦点团体 所以总共呢 我们为了确认这个 我们要做这个 因为我们是量化研究 量化研究当中 对这个问题的定义范围 这个是最重要的 如果这东西没有定义好 那个范围没有建构好 到时候调查出来就不太能够回应 这个问题的一个现象 因为我们就是用了最主要就是去访谈这些被害人 还有这些这个第一线的很有经验的工作者 然后呢我们再慢慢给他归纳出来 然后做出这样子的一个调查的问卷 这个东西呢 就我们个人 我们是认为 那这个范围应该是能够比较贴近 现在我们台湾社会发生的一个现象 那这个东西呢 我们的一个的这个类型呢 跟行政人员就有一点差异 没有完全一样的 OK 所以可以看得出要做这样的一个研究 其实是必须要花很多时间 然后要非常的严谨 特别要考虑到 不只是资料的收集 还考虑到各方不同的感受 那你们在前一阵子也提到了 这个也开了记者会来公布的这个调查的结果 也许我们待会就可以继续的进行 从这些调查的结果来看出 有什么样一些值得我们去关注的现象 那我自己比较好奇 就是说这种数位性暴力 它通常会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发生 因为我们研究的是数位 可能会在某种的数位情境 数位的环境又有很多种类型 然后常见的这种所谓数位性暴力的形态又有哪些 那另外的我也很好奇说 那这些施暴者 他会是一种熟识者还是陌生人 因为有时候在使用不同的数位媒体的时候 例如说我们可能是不经意的看了一个网站 但是他也可能是一个非常亲密关系的一个line群组 或是一个messenger的这些私讯 那这些情境看起来也是很复杂 什么样的这种侵犯的类型会是经常所见的呢 好 我们总共这样子这次的调查 我们总共归纳出数位性别暴力有11种类型 归纳出来有11种类型 那这里面就牵涉到数位就是只要是透过这个数位 这个资通讯科技 包括网络行动电话这些甚至这个物联网这些 透过这些科技来构成的 这个就是先我们先定位一个数位 这个性别暴力这块我们总共总共有11项 第一个就是骚扰 网络上的各式各样的骚扰包括性骚扰 还有包括譬如说 你就突然说到人家就传送给你一个蛮罗漏的讯息 或者是一种性别启示的这种讯息影音 让你感觉到被冒犯 这东西就是第一个是骚扰 第二个就是基于性别的羞辱跟攻击 因为我们知道性别暴力这块不是跟性有关 它还跟性别有关 譬如说它基于一种性别偏见 性别刻板印象 性别仇视 产生各式各样的这种言语的攻击 侮辱贬义的言论 或者是针对这种性倾向 性别认同 所以衍生的各式暴力的这些行为 攻击 侮辱 这些都算 所以我们这第二大项就是有关于 羞辱跟攻击 包括譬如说 我们当时在访谈的时候 我们的受访者就提到 比如说他在网路上就被评论他的胸部 他的身体器官 就直接的被在网路上被评论 或者是说因为他是一个这种同志 所以因为他的性倾向 他就在网路上面被整个被羞辱 类似这种东西 就是基于性别的羞辱跟攻击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就是跟踪跟肉收 跟踪跟肉收 就是在网路上 他无时无刻的这种来监控你 那这个常常会发生在 尤其是在亲密伴侣在分手之后 分手之后 恐怖情人 就是这个 对 这是会有一种 那有一些也是一般人 他也可能在网路上被肉收他的资料 也许他有一些什么样的新闻事件出现 或者是在同财当中 被有一些比较 一些行为出来 然后他整个的资讯 就在网路上被肉收 那也造成被害人蛮大的这种愤怒跟恐惧 这是第三种 那第四种就是捏造这种 网路上去捏造跟性跟性别有关的不实的讯息 譬如说 我们在访谈当中也有看到 就是这个 我们的受访者也是 譬如说跟他的前男友分开 分开了之后 他的前男友就要报复他 他就在网路上就公布说 譬如说这个IG谁谁谁 这个IG是什么什么 那个是谁谁谁谁 他可以提供special的服务 你们可以跟他联络 那我就被害人 这个很恐怖 对那种被害人就突然间到一大堆讯息 你这个一小时怎么算 类似这种东西 那这种捏造 我知道这种网路上捏造的东西很多 可是我们这次调查是跟性跟性别有关的 就是譬如说去捏造你的 你去提供这种性的服务 或是捏造你在做性交易 类似这种东西 就是捏造不实讯息 那再来第五个我们提到就是招募引诱 在网路上用各式各样的诱骗的方法 去诱使人去提供性服务 尤其是这个比较年轻的朋友 看到这种情况 那再来第六种就是身份被侵奋跟冒用 也就是说 他会去截取你的 maybe你的头像 给你夹造一个 夹造一个很像你的一个账号 在那里面去散播一些 你基本上不是你会去做的事情 譬如说 譬如说 他用我的头像 然后就造一个王全林的一个账号 然后在里面就去散布 譬如说我在那边去分享一些喝咖啡 喝咖啡 然后跟性有关的这些东西 那是我的身份被侵奋被侵犯被冒用 这个是我们在实物当中也看到 那这次我们也就是纳入我们的第六个类型 第七个类型就是我们讲的在网路上被控制跟限制表力 譬如说我们的这个因为 譬如说因为大家知道你支持性别平权 你支持性别平权 你支持这种同志的同婚 结果你在这个社群当中 你就被攻击被羞辱之外 你还被整个的把账号被你把 限制你的发言封锁你的账号 这东西就是去限制你的表意 这是第七种我们看到的 那再来第八种就是现在大家最关注的 就是影像性暴力这一套 那影像性暴力 那它的内涵就蛮多的 第一个就是包括他没有经过你的同意 来或者是胁迫你来取得这个影像 那这里面就包括偷拍了 或者是包括强迫你拍摄影像给他 或者是害进了窃权的影像 这是第一种 就是未经同意或胁迫取得影像 第二个是他不管这个影像怎么是合一 合一制造出来 合一的 可是也许你们之间有所 冲突争执甚至分手 他威胁要散步 威胁散步 那第三种这个这里面当中的第三种就是 他根本还没有威胁你 他就或者是他有经过威胁 或者是他没有经过威胁 他直接就给你散步 未经同意散步 那散步的管道就蛮多的 不管是散步到这个去盈利的这种 比如说这种这种社群 或者是散步到成人网站 或者是散步在你自己 我们这个不是到那种公共的 是在私人的群組当中 这东西就是未经同意 而帮你的这个性私密影像散步 那影像性暴力的最后一个就是 现在因为科技的这种AI的发达 所以就是利用你的这个头像 可是他把你换脸 D-fake这一块 把你组装好 就是变脸的这种 对变脸的换脸 之前发生了小玉这些例子 对小玉 我想小玉次见大家都很熟悉 那这是第八种影像性暴力 那我们的第九种就是 他不只是我们叫做威胁或骚扰亲友 也就是说 他对于这个影像性暴力的伤害 他不是对你 譬如说他会拿你的影像去威胁 就是说我 我要去告诉你的父母亲 我要去甚至去骚扰 因为你从现在从这个脸书上 你就可以知道谁是我爸爸 谁是我妈妈 谁是我谁 谁是我谁 他的家庭关系社会网络 他都知道 他就由这个 然后再去不只对你骚扰 不只对你威胁 他还不威胁 他可以从网络上知道的这些讯息 威胁你的这些周遭的亲友 这个也是发生的 也是在实际上也有发生这种状况 那再来第10个我们提到就是数位排除 那这个数位排除的概念就是说 譬如说 我们在网络上我们都是一个网络公民 我们基本上我们对我们的自由去使用 这些平台去创建我们自己的账号 可是因为我们遭遇到前面的这些 不管是基于性别的羞辱或攻击 或者是被跟踪骚扰 或者是影像性暴力 变成你不敢把你的账号全部关掉 你不敢上去使用 然后甚至你在网络上经营的 我们有时候是那种个体户要经营 透过自己的账号去经营我们自己 包括不管是做生意也好 在专业上的这种经营也好 他全部关掉 因为他怕被骚扰 他也怕被行为人 被持续的跟踪 所以这东西叫做 因为这样子所以他被排除 数位排除 那最后一种第11种线下性暴力就是 因为在网络上的这样子的一些接触 那我们就有案例 就是拿着性影像来威胁你 跟他再度发生性影像 这是一种真实世界发生现象 发生的性暴力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次电话当中 所看到的这个11种的类型 这种类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有些其实是现在不见得会涉及到数位性暴力 而是包括一般的人际关系 人际网络或是在数位媒体使用的时候都会发生 但是一旦涉及到有关于这个所谓的性暴力 这个部分他恐怕对人的伤害可能会比一般把性排除在外的这种所谓的暴力 或是这一种侵犯可能会更加严重许多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回过头来再请教王老师 那这些所谓的面临到数位性暴力的这些朋友们或是个案 他们会造成什么样心理或是身体上面的一些影响 那现在有一些求助的管道吗 我想求助管道也许有但是就像我们看到很多的有关于性侵的这些相关的议题或性少议题 事实上那个求助本身是有很大的难度 那再加上这个过程当中有影像的存在 那这影像存在会不会造成更大的二次的伤害 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过头来请教王老师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主持人管中祥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济南大学社工系的教授王佩玲 王老师 王老师你好 管老师好 王老师在上一段节目当中也跟我们谈到他最近跟几位老师 包括政大新闻系的方念轩老师 以及福大社工系的陈怡青老师 他们做了一个有关于数位性暴力的一些状况调查的研究 那这些调查研究其实在台湾是第一次做 那也特别谈到在做这个研究 其实先前的准备以及所面临到的一些困难 不过刚刚也特别告诉我们其实这些数位性暴力的这种类型其实是非常非常庞杂 跟我们想象的好像只是一个骚扰或是偷拍 其实不止如此 有很多这些影响都非常非常的大 但是我想这些类型实在是太多 然后你很不经意的时候可能就会被干扰 被影响被骚扰到 甚至被侵犯到 那我想要请教王老师说在你们自己不管是做的这种直性的调查 或是量化的调查 或是你们也其实也做了一些深度的这些访谈 就是大概这些受到数位性暴力的这些影响的这些 不管是男性或是女性也好 他们会面临到一个什么样身心状况的一种伤害呢 好 我们在做这个调查的时候 我们在量化调查跟直化的访谈都有问到这个题目 好 那在我们做量化调查当中 就是说有曾经遭遇过这种数位性别暴力被害经验的这些受访者 有84.5% 就是84.5%的人告诉我们他有受到影响 那这影响当中基本上最大的影响就是身心状况的影响 这个大概八成多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另外也有5%的人他告诉我们他财务受到损失 因为他可能性勒索 他可能就有金钱的损失 他包括性勒索包括性 就是我们讲要钱跟要人 性勒索就是不然你就跟我复合 不然你再跟我发生性行为 不然你就拿钱来赎 就是再一次的伤害 再一次的伤害 所以有些人是受到财务的损失也有 那所以在这个身心状况方面 大部分人反映出来就是那种焦虑 焦虑沮丧 那我这边也可以就是举几个例子 就是我们在访谈被害人的时候 他们告诉我们他们遭遇到这些事情之后 他们真正的经验 那譬如说我们被害人告诉我 他不知道他的影像被外泄 坦白讲被害人他刚开始他也不知道 分手就分手了 或者是说被偷拍 可能他也不知道 他可能被偷拍也不知道 或者说他知道有拍 可是他当时也不觉得 也不知道说对方会去散后 所以有时候他是被告知的 被告知的 可能半年后一年后 突然有人问他说 你有没有看到你的东西 可能是一个他的朋友 或是一个不知道谁来告诉他 你的身体已经被人家看光了 这样子一种被侵犯的状态 对类似这种情况 就是他突然被告知 我们看到了什么什么这样子 所以被害人第一个部分 你可以想见那个过程 他第一个是惊吓 他第一个就会惊吓 惊吓完他会觉得羞愧 他就哇塞 人家这件事情是多少人知道 多少人会知道 那是他们都认为我是一个坏女孩 就是那种他会产生那种羞愧 然后他也会害怕 害怕说这东西到底会散播到多广 所以他不只是一个被伤害的被偷窥 他甚至某种的道德的压力都会跑出来 或是某种道德的谴责 不管是自己的谴责 或是别人对他的谴责 对 这个就是影像 我们特别讲影像性暴力的话 这就是我们被害人面临的一个困境 因为他第一个会被评价 他会被评价 你为什么要去拍这个影像 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些事情 类是这种 他第一个会被评价 我们也知道这件事情在我们社会上是一般来看 这种评价当然是负面的评价 所以知道说他所承受的压力有多大 有多大 然后他又不知道这种没有控制 整个上 因为这个状况发生之后 他整个上升的控制感 因为你不知道这些东西的 这种危害到底有多宽 有多远 你不知道 不像说我们在实体发生的情况 就说我跟我的伴侣 如果有发生这种暴力行为 我可以控损那个损害点 因为我只要不要跟他接触 我只要搬离 或者是我把他保护力把他赶出去之类的 我只要不要跟他接触 因为他找不到加害者 是不是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一个加害者 对 可是在这种影像性暴力当中 你不知道你的影 你的这种伤害 他是无远佛界的 你不知道到底他的散播有多远 所以你就可以想见对一个被害人来说 那种惊吓 那种害怕 那种焦虑 那种恐惧 有多高 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访谈的被害人当中 有一些状况会出现 身心状况就会出现 譬如睡不着觉 没办法睡觉 没办法睡觉 然后他的生活作息就大乱 生活作息大乱 那饮食也是跟着不正常 那这个整个不正常之后 就会影响到他的这种包括他正常的生活 包括他如果是学生 他可能就没有办法正常上课 他如果是上班族 他就整个精神上就完全没有办法像一般的状况 去应对上班所需要的那种经历 那种专注 就没有办法 那再来就是我们被害人 我就觉得我听的时候其实也是很心痛 心疼 就是他只要在马路上有人多看他一眼 多停留在他眼上 也许走过来面对面 在他脸上多看他一眼 多停住 他马上就想 这个人是不是认出我什么 哇天啊 他是不是看过什么 那这个是蛮多被害人 他会有自己 他就马上会有这种想法 所以这边就会有两个状况 一种是他会一直活在一种恐慌恐惧当中 另外一个 因为这种恐慌跟恐惧 他可能会失去对人的这种信任 这种所谓的人际关系 或者社会支持系统 他可能就算有 他可能也会害怕 所以他会变成把自己更自说在某个小的角落里面 某个阴暗的角落 他甚至可能会走不出来 对就像管老师你说的 他这是一种持续性的威胁 然后他的整个的自由就被限制 这种自由包括他的言论的自由 他的行动的自由 他的工作的自由 他种种自由他都会被限制 因为他会受到影响 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是很久性 因为在网络上的东西 因为你不知道我去下架之后 因为我们有被害人士去下架了之后 隔一个礼拜又从另外一个平台 又有人告诉他在哪个平台又看到 不是这个平台下架而已 那个平台 在下一个平台都有可能 所以这种影响对他们来说是好像一个 梦魇一样 然后他慢慢顾虑自己 所以这种影响真的是蛮大的 这种事情对一个被害人来说 真的是一个我们看到是一个很深的伤害 所以甚至有被害人告诉我们 他曾经就是走不出来 然后甚至他有想到是不是就把自己了解掉 因为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去应对 他拆门来 他就不知道他会碰到什么样的人 他跨不出去那个门 然后就感觉自己就觉得自己我是不是就没有这个价值 没有这个意义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会看到非常深的那种痛在自己的身上 那怎么办 就是这些他们一般来讲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求助的管道 那这个求助的管道我觉得 某种程度上面他是可被信任的嘛 就是例如说我们假设我们今天被被性骚扰或新被信心 然后我们可能去找警察或者找一些公务机关去请求协助 那个其实是旷日费时 然后你要去找一大堆证据 然后被不断的被反复的询问 然后你也不知道你被这个数位的影像被这些警方拿到 或是其他相关当事拿到之后 他会拿去做什么 这个其实会不会比一般的这种实体上面遇到的这种 所谓的信骚也好或信心也好 他更是求助无门了 那他该怎么办呢 对这个部分就是真的是又是考验我们这个服务者 也考验也对我们被害人 他有很多的这种问号 很多的焦虑 因为我们其实我们这次的调查当中 有发现一个蛮这个蛮特别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求助比例非常低 求助比例非常低 那他我们大概不到四成人求助 大概这么低 那这些人有求助的人 他跟谁求助 他其实很多都是跟他的朋友求助 或是跟他的这个 所谓的求助不见得说 他至少有人可以讲 问问看 有人可以讲我的遭遇 然后或者是甚至跟网友求助 可是真正去有办法去处理的这些 譬如说社工警察 或者是说我们现在有这种性影像中心 这些去求助比例其实非常低 都不到2% 不到2% 不到就是你的比例很低 那就变成是说 大家为什么不敢求助 不求助 这个部分就有几个 像管老师讲的 这第一个就会产生一个信任的问题 对 譬如说像我们有被害人也提到 他去派出所报案 你报案你要有证据 对吧 你要有证据 好 你要有证据代表你要必须搜证 对吧 你必须去看到说 我的影像在某某平台 你要把那个IP address 或者是说你要把那个网址 然后都要把它搜证下来 你才能去报案 不然说你跟警察说 我的影像被偷拍了 被散播了 那警察说在哪里 你要讲在哪里 不然警察不知道在哪里 也就是说你必须先去搜证 搜证 搜证对很多病人来说 就是一个砍 对 而且你要把你搜证的影像 给一个陌生人去砍 去检证 哇 那个是一个很残酷的 那就是更大的砍 你要不要跟他讲说 我被 怎么样 被影像 那真的就是第二个大 很大的砍 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给司法人员砍 所以这是第二个很大的砍 那 可是我们现在坦白讲 我们现在也因为知道 就是说被害人的这些状况 那事实上在整个的一个回应系统当中 就我们所了解 事实上我们 第一个我们修法了 就是在去年就有司法联法 有修法的修了刑法 修了性下犯罪防治法 修了性货学条例 也修了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 也就是说 第一个我们法律先做一个 一个蛮大的修正 第二个这个资源 现在慢慢也比较进来 包括在 如果我们被害人 他知道这个影像被散播的话 他可以透过 现在在卫福部有设立一个 性影像处理中心 就可以直接到 就在那边就线上 就可以去那边求助 那这个部分最主要就是下架 因为最重要的就是要先把影像下架 那影像下架之后 也许你就可能就 你还要去报案 因为你要 你这个行为人可能持续在威胁你 或是你可能必须去报案 你才能够 那才能够让行为人他负起责任 对吧 行为人负起责任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我们的社工的服务也可以进来 也可以来协助被害人 譬如说我们的社工的训练现在已经都慢慢 都已经有展开了 然后怎么样去协助被害人去教导他怎么收证 然后去陪他陪同报案 陪同他去出庭 这些的服务现在慢慢都有进来 对 可是要让 可是我都觉得 这些服务是有进来 可是被害人他信不信任服务的体系 我觉得这个也是现在蛮大的一个挑战 所以你意思是说 当我们遇到这种 这些特别是像数位影像的这种性暴力 性侵犯的这种状况 不论是偷拍也好 或者是自己的私密影像外流也好 我可以先去找卫福部的影像中心 这个东西下架 下架完之后我们去报案 那或者是有再来就是有社工的协助 对 那除了这个之外 也必须讲就是说下架这件事情 现在据我了解 大概下架的比例可以高达八成多 可以下架 可是有一些没办法下架 譬如说他是散布在这种非法的成人色情网站 对 那这个就很困难 这个下架 包括有些这些网站的IP在国外也有办法 就是有些这种非法成人网站也可以下架的 非法的网站 据我了解 现在目前是困难度很高 可是如果是 譬如说他最常散布可能就是在FV 在那个 ok 一般的社群平台 对一般的社群平台 这个部分目前基本上这些只要是这些大公司 他都有一些 这个已经 蛮成熟的一个SOP 就是说 那我们台湾就吸引像处理中心 会有一个对口对他们 所以这部分比较没有问题 那可是对于假设被散布造是在其他的这种 我刚讲的非法的这种 那就那困难度就比较高 不过很多东西都是集中在那样的一个地方 对 所以这个就是 所以就是比较这部分目前还是 还是很有挑战性 那这当然是从一个行政体系 不管他是从卫福的体系 或者从司法体系来去做 这些相关的协助 这个协助其实也都是事情发生之后 他才会有进一步的行动 可是这种东西有什么防范这件事情吗 就有时候其实很困难 例如说我今天可能跟我的男朋友跟女朋友 我们那时候感情很好 所以我们会拍了一些私密的画面来做这种纪念 那我们也可能觉得以后会在一起 但是谁会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那难道就不拍了吗 但是这其实也是我个人的事情 那或者是说我今天可能就是被偷拍 那当然是胁迫的话 那我怎么面临这个胁迫 那偷拍为什么面临这些偷拍的这种方法 这个有刚刚所谓的后续的协助是一种 但是他可能已经某种程度上面已经发生了 也可能也缓不济紧的 那当然是降低那个伤害 可是如果在前面的某种的防范 是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做吗 OK 这部分我觉得很重要 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我们现在政府的努力 很多都是在做事后 事后的这种处理跟解决 可是管老师这个提到 我也觉得这个是往前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政策 这种犯罪防治的东西要往前推 可是这往前推可能要从几个角度来讲 我先从比较大层面的角度来讲 一个大层面角度就是说 我们做了两次的调查 包括2022年的Pilot Study 跟这次今年1月完成的正式的调查 这两次调查当中 我们都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说我们在做调查当中 就发现很多人告诉我们 他曾经遭遇过这些事情 比如说他被性骚扰 他被跟踪 他被基于性别的这种羞辱跟攻击 可是等到最后我们问他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蛮多人认为这个不是数位性暴力 这个是一个蛮 我们第一年看到这个现象的时候 觉得这个是怎么样一回事 那我们第二年在做同样调查 也发生同样 也发现同样的结果 那这意思是什么 我们的解读是 事实上我们很多人 对于这种感觉已经是太平凡了 太太常发生这种骚扰 这种网络上这些 这种攻击 羞辱这些言论这些什么 已经视为 我们已经好像日常化了 他已经是一种好像就是常 就是经常会碰到啊 就常常会发现 这也没什么了 就是这样 这也没什么了 对这也没什么了 所以他我们已经是变成是 我刚讲就是说我们已经是 就是好像觉得习惯了这种日常性的这种 在网络上发生的这些各式各样的这种 性别的这种暴力 那我觉得这是第一件事情 我们应该要做的就是 做我们这种深化 我们社会大众的这种认知跟教育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 因为你要整个社会 如果当罚认为当做他这是没什么 反正就是很 routine的事情常常会发生的话 那我们对这个的问题的容忍度 就会越来越下降 越来越下降 就认为本来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 要从整个社会 要去形成一种共识跟认知 这个是我们不能允许的 我们不能容忍的这样子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我要提到就是说网络上 我们从大成员在这边周遭的人 我们看到很多那种吃瓜的群众 很多吃瓜的群众 他好像看到这个事情跟很high 还求上车什么 可是我要讲 没有人是局外人 没有人是局外人 因为我们都是网络社群的一份子 网络社群的一份子 你每一个行为你可能 这个都会影响到你 影响到你周遭 影响到你的亲人 这都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于这种旁观 my standard的这种教育 也是应该要推广 就是当你看到这些事情发生 在网络上发生的时候 当你知道的时候 你可以做什么 目前我们对这一块 我们基本上就非常的放任 非常的放任 所以我们有的受访者提到 为什么他会被排除 就是因为他譬如说他发表他支持同志的结婚 结果他在整个社群就被攻击 然后就被封锁 可是我相信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不支持这个人的言论 一定里面有人支持 有人不支持 可是我们支持的言论往往是沉默的 不支持人就在这个同才的氛围下就尽可能的攻击 那事实上我觉得我们当一个bystander 我们可以做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社会上需要去推广的 那再也就回到我们的个人 那我想我们现在对于这种性影像的这些拍摄或什么 我都觉得这个是一个个人的选择 个人的自由 这个都是个人可以去做判断 可是我比较强调就是说 这种风险的意识 风险的意识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网路上 你只要留下任何的东西 事实上有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那你只要是这个 你可能做任何事情之前 你都要想到这个可能的风险 我觉得这个风险是 每个人偶尔要放在心里面去衡量 这的确是很多个人选择个人的自由 但是这个承担是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当然你可能会是一种甜蜜幸福 都是有可能 但是自己要去做好 这个基本的判断是蛮重要的 那刚刚王老师也提到 其实你们这个研究里面 其实似乎不是只有针对传统的这种 男性跟女性的做这个调查 你们也做了不同的性取向的这些调查 跟研究 那我不晓得在不同性取向 例如说在同志的族群 他们在面临到这种所谓的数位性暴力的时候 他的状态 他的样态 或是他的求助的方式 跟管道跟一般的这种异性恋或是这种 一般的受害的女性 大家相对一下 可能看起来是一个比较多的情况 会有什么不同的 哦 现在管老师问到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在这两次的调查当中 都发现到一个现象就是 因为这个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 就是我们本来认为说女性的受害率会 高于男性 就是在整体来说 可是我们做出来调查之后发觉 男性也不会低到哪里去 也不会低到哪里去 当然在很多类型是女性被害 受害是比较多 可是我们就发现 男性受害比例也蛮高的 然后我们也发现这个非异性恋族群 包括就是LGBTQ这些 这些这个族群呢 多元性别这个族群呢 他们的受害比例特别高 所以我们做一个交叉分析 也就是把它分成四组 就是异性恋的男性 异性恋的女性 非异性恋的男性 非异性恋的女性 就是说我们把它分成这四个大分组 LGBTQ都变成是非异性恋这样子 那我们分组之后就发现 在我们十一个类别当中 非异性恋的男性受害比例都是最高的 最高的 非异性恋男性都是最高的 OK 然后第二高的是非异性恋的女性 再来才是异性恋女性 再来才是异性恋男性 所以这里面做这个交叉分析之后 我们就可以知道 性倾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变相 在这个数位性别暴力这个现象当中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变相 那我们所以在第二年 我们就特别去做了直话的访谈 访谈的这部分 尤其是蛮感谢面轩 他就专门负责这一块 我们访谈了 应该是有七八位的男同志 就是来了解他们在网路上 遭受到的数位性别暴力的状况 那确实也是从他们的执行访谈当中 也确实了解到 其实这种状况对他们来说 事实上是真的这个比例是不低 就是说他们遭遇到的这种经验是不少 那可是这群我们的多元性别的这些伙伴们 他们遭遇到这些暴力之后 他们很难出来 更难出来求助 因为他出来求助就面临双重的压力 一个他必须出柜的压力 第二个他还是面临到他的性影像 刚刚提到的这种被责备被修夺的这种压力 所以他们有双重的压力 那可是我们倒回来想 这个东西事实上对于同志来说 是一个 我觉得他们处境真的是在我们社会当中 相对的真的是艰辛 因为他们在 就是我们社会还是有孔同文化 所以我们已经经过了一个同会法了 所以他们在这个社会的这种霸凌 在实体社会当中 可能还是会遭遇到不友善的对待 所以他们某种程度 很大程度的去使用网络 去探索他们的这种性的倾向 也去探索他们的交友权 他们大量的使用这样子的一个网络的这种 网络的这种交友 所以也让他们暴露在更高的一个机会 暴露在这种性美暴力的一个风险当中 所以在网络上现在就是视觉为先 有图有真相 这种网络交友文化跟这种网络的文化迷思 所以让他们这种遭遇到这样子的一个杀害的比例 就慢慢就是整个分析出来是相对的高 相对的高 就像我刚刚说的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逃离那种检讨被害者的这种状况 然后也有冒着出归的危机 所以对他们来说这种处境确实是更为艰难 所以其实同婚合法化之后 那种文化上面的歧视的问题 其实还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那事实上这会涉及到一种权力的关系 包括我们刚刚前面谈到的 虽然我们在最后刚刚那段谈的是 例如说这个非意信念乃性 可是从整体来讲 那个还是存在的一种所谓性别的 这个所谓的权力关系 就是你就是一个被我观看的 被我愉悦我的 或者是让我偷窥的 那个还是一个不见得是一个父权 但是还是会看到是一种权力的差异 所造成的这种所谓的侵犯吧 对没错 这没错 就是不管是同志或者是 异性念跟非异性念 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对 就是身体被物化 被观赏 然后被评论 被评价 被羞辱 对 这的确是我们要持续在关心的一个议题 那其实也非常谢谢王老师 还有团队们来做出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调查报告 那这也是为福布所委托的计划 对不对 所以我想为福布知道这些实际数据之后 后来后续应该也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因应的措施 那他不会是只有一个纯粹的调查研究 而能够回到那个政策上面提出更合适的这种解决 知道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后续的某种的帮补协助之外 其实那个更前面的一些文化 或甚至刚刚谈到那种权力关系的问题 恐怕更值得我们要去证实 也就是说这种所谓的 这种性暴力也好 或者是这种 这种所谓的卫福这件事情 这种所谓的卫生福这件事情 他其实不是一个社福的政策而已 他可能还是一个跟文化 跟权力有关系的一个需要关注的面向 那今天非常谢谢王老师来接受我们访问 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跟你请教相关的问题 我们节目今天到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王老师 谢谢